有怪物,蔚来在心中祈祷,虽然是捏造的神,不管怎么说,希望他们能相信。 对着骚动的人们,蔚来最后打了一记强心针。 人类之子啊,停止这场无意的争斗吧。 蔚来一边结印一边如动嘴唇,通过巨大的脸发声,那是和他的声音完全不同的。 像是雷一样,厚重的声音,震得四周的剑主都在颤动。 到刚才为止都像战场一样的气氛瞬间一变。 变成了现在这种拍打水面般的宁静。 所有人都宁神秉息吞咽口水,看着隔开犬之汤和猫之汤的墙壁磅浮现出的巨大的脸。 不会吧,那是猫狗大神吗? 猫狗大神,守护着这片土地的第三种神,未来差点就弄巧成桌了。 等一下,这种神真的存在吗? 据说住在两个温泉之间的神,的确,我是猫狗大神。 未来出生以神的声音回答之后,人们开始喧哗。 人之子,不要再为这两个传说而争吵了。 两个传说都是真的,聚集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必须团结起来,带来更多的繁荣。 为了这个城镇,正在此时,凯推着轮椅出现了。 巨大的脸也用浑厚的声音,发出了尖叫声,震得四周的建筑物不停地颤动。 而被这突如其来的神的咆哮说吓破胆的人们也惊叫了起来。 四周围一瞬间陷入恐慌之中,怪物,我不会让你破坏这个祭典的。 凯老师叫嚷着冲向巨大的脸,动力前奏曲。 凯老师,快住手,未来又惊叫起来。 他的左脚向前,像流星一样降落。 凯老师的那一踢华丽丽的直接击巨大的脸。 巨大的脸惊叫的同时,可怜地消失了。 凯老师则消失在大脸后面的火焰之墙中,烫死了。 凯老师降落的地方传来什么东西被破坏了的不祥的声音。 但由于四周冒出大量的水汽与尘土,所以什么都看不见。 凯老师。 穿过幻象冲进火焰里的凯老师,就那样着了火踢进了火焰之后的隔在犬之汤和猫之汤之间的墙壁里。 刚才的破坏声就是因为他的那一脚裂开了的墙壁顺势坍塌的声音。 尽管狗的雕像和猫的雕像一直是并排的,但由于被墙壁阻隔了,所以一直互相看不见对方。 现在终于在这里相见了,然后不只是改变了这个。 看着坍塌的墙壁,人们不禁惊呆了。 此时众人群中发出了一阵惊叫,犬之汤和猫之汤合二为一了,墙壁坍塌了。 狗的雕像所吐出来的热水和猫的雕像所储出来的热水混在了一起。 四周围的人们开始哗然,蔚来看着他们不禁留下了冷汗,虽说没能成功进行告诫,但却破坏了常年阻隔在两个雕像之间的墙壁。 而且造成墙壁坍塌的,直接原因就是半途杀出个程咬金的凯老师。 未来只想到这里就不禁打了寒战,冥冥不冷。 确实是告诫,有人小声嘟囔了一句。 这是猫犬大人的意思。 人们的声音渐渐大了起来,两个温泉合二为一了,是时候也让我们也合二为一了,村民们开始沸腾起来了。 好了,本期视频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 喜欢的朋友欢迎关注转发收藏加点赞,我们下期再见。